說到這個時的安全 因為中秋節快要到了 很多人都會準備要烤肉 如果最近你有到賣場的話 會發現這個烤肉用具 成了賣場的主力商品 不過針對這個烤肉網 小寶處就抽查了市面上 15件的烤肉網 結果發現有半數標示不清楚 所以提醒大家呢 不要選購來路不明的商品 另外烤肉網也不要長時間的燒烤 免得融出了重金屬 中秋將近烤肉必備的烤肉網 是不是安全該如何選購 小寶處抽驗市售的15件烤肉網 發現竟然有8件過半數標示不合格 像這些市售烤肉網 就沒有清楚標示使用與保存方法 也沒有標示製造商地址和製造日期 都可開罰2到20萬 另外針對烤肉網的重金屬融出測試 雖然檢測出新 但是都在背景值之下 15件商品都符合規定 那在肉裡面我們只發現有新 可能新的背景值 它本身它可以到29個PPM 所以說我們最高只有到23.99 所以說它是符合它背景值的一個標準 所以它是符合規定的 這一次的6種重金屬檢測中 只檢測出新 雖然符合標準 不過民眾擔心烤肉網上的新 也會跟著食物吃下肚 衛福部也強調 肉品類本身就含有心 目前的數據看來都符合美人每天攝取標準 超過這個量的10到15倍 那才會產生一些 就是健康上的一些不適的症狀 可能就是引起胃的肌軟嘔吐 小保官也建議大家選購烤肉網的時候 注意外觀完整有沒有剝落 也不要選購來源不明 沒有標示完整的商品 烤肉時也要注意避免食物與火直接接觸 酸性的調味料不要直接接觸鋁箔 避免鋁溶出 另外不要長時間燒烤 避免烤肉網溶出重金屬 燒焦食物不要食用 才能在烤肉之餘吃下肚的東西 能更安全 更放心 UDN TV 楊仁祥韩英 台北報導